纽约警方近日对法拉盛最主要的商业街免街实施了两次凸查 共查获200多件在街头兜售的假冒品 卖假货现象在履禁之后是否就已消失 半台记者为您实地探访 另外 双方抗议者深夜突发暴力冲突 UCLA宣布停课 警察介入 打击战屋租罢 纽约市议员提息案 补法律漏洞 好 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日持续引人注目的全美校园挺拔抗议 今天的主角来自加州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今天宣布 昨晚在该校的挺拔抗议者和反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 学校因此今天停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今天发表声明称 由于昨天深夜和今天凌晨 在罗伊斯广场发生的暴力事件 今天所有课程都被取消 证明还说 校园各处都有执法人员驻扎以促进安全 今天凌晨 该校的挺巴勒斯坦抗议者和反抗议者群体之间 在校园内爆发了暴力冲突 随后警方被部署到学校维持秩序 校长布洛克昨晚说 校园内的挺巴抗议者驻扎的营地 是非法的违反了大学的政策 不离开营地的学生将面临纪律处分 几小时后就发生了两边抗议者之间的冲突 视频显示 有人向营地扔烟花 投资物品并发生了肢体暴力 随后 UCLA校方洛杉矶市长办公室 洛杉矶警察局先后发表声明 市长巴斯称 今晚在UCLA发生的暴力事件 绝对令人憎恶不可原谅 罗晨级警方也在今天凌晨表示 已在校园内协助校警恢复秩序 而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也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UCLA的情况 并表示正在调动资源 同样是挺巴抗议 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昨晚的事态发展 却较之前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昨天深夜 全副武装的纽约警方进入到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将学生赶出他们占领的 汉密尔顿教学楼 超过100人被捕 此外 哥大校园内的抗议帐篷 也被清理一空 数小时前还群情激昂的校园 今天上午已暂时回归平静 周二晚 纽约警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将学生赶出被他们占领的 汉密尔顿教学楼 有超过100多人被捕 此次警方的逮捕行动 发生在校园抗议者们 在周二凌晨打破了窗户 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 又用家具和基础物体 封锁了入口后 经校方许可 警方才进入校园 开始清除大楼障碍物 及驱散抗议人群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出 有大量警察身穿防暴装备 进入校园 身边围满了摄像拍照的人群 在汉密尔顿大楼前 抗议者们手玩手站在一起 组成一堵人墙 试图阻止警方进入 警察通过掉下卡车 爬进被学生占领的大楼内 使用了闪光弹和干扰装备 对楼内的抗议者们实施了逮捕 事后 从警方发布的逮捕现场的照片显示 抗议者把家具堆放在大门入口处 做成了临时屏障 而在清除了校园抗议者后 该大楼只剩下破碎玻璃的大门 门外的障碍物已被清除 草坪上的帐篷都一扫而空 校园内已经看不到了抗议者的身影 纽约市长对各大校园内的抗议者 占领教学楼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在被逮捕的抗议者中 大约有40至50名抗议者 是在汉密尔顿的一楼被逮捕的 这些人将面临三级入室盗窃 刑事恶作剧和非法闯入的指控 其他参与营地抗议的人将面临非法闯入 和扰乱公共秩序的指控 调查人员称 已经有证据表明 占领各大教学楼的抗议者 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抗议人士的煽动 在各大校方的要求下 警方会继续在校园内维持秩序 直至5月17日 以防止未来会再次出现校园营地抗议活动 其中毕业典礼在5月15日举行 针对各大愈演愈烈的抗议态势 纽约市长亚当斯今天也出来发声了 他表示呢 昨天夜里在各大和纽约城市学院CCNY的 挺拔抗议中 共有近300人被捕 他还表示抗议队伍中 有外部煽动者将和平抗议变成了暴力行为 亚当斯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称 外部煽动者对抗议学生进行培训和拉拢 并将和平抗议变成了可能的暴力行为 他表示占领哥伦比亚大学 汉密尔顿大楼一事 是与各大无关的人领导的 纽约警察局长卡班说情况已恶化到学生 教职工和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但有学生表示所有参与抗议的人都是各大学生 有外部煽动者一说 纯属谎言 据统计昨晚共有282人被捕 警方分别在纽约城市学院和歌大 逮捕了173人和119人 对他们的指控包括 非法侵入等 亚当斯在谈到学校授权纽约警方进入校园的决定时说 破坏财产和拆除摄像头都不属于和平行为 我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使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走向激进的行为 纽约警方表示 昨晚的绝大多数逮捕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民生问题吧 来关注利率 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宣布 将维持现有利率不变 而推迟各方预期中的降息的主要原因是 通胀并未获得预期中的明显改善 鲍威尔今天表示联储在决定降息前需确信通胀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对通胀的控制并没有明显改善 再加上经济的发展也相对稳定 因此目前无需降息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主要原因包括住房和更广泛的服务业持续面临价格压力 另据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 就业市场总体依然强劲 失业率低于4% 联邦利率自去年7月以来就一直维持在23年来的高位 联储自两年前开始的连续加息 使贷款利率急剧上升 导致去年秋季的房屋销量跌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 对于联储核实降息 摩根大通和高盛预测可能在7月 富国银行认为在9月 美国银行预测在12月 而华尔街普遍认为最佳时机是11月 好 下面这条新闻需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昨天发表的报告称 德州一个今年春天爆发禽牛杆的奶牛厂附近 有十多只家猫在饮用了被感染的生牛奶后死亡 据了解这种禽牛杆病毒通过牛奶传染给猫 又致死的情况还是最新发现 根据报告 这些猫被发现时已死亡 没有明显的受伤迹象 它们来自一个有24只家猫的群体 并被喂了生病奶牛的奶 在农场注意到奶牛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生病的第二天 猫也开始生病 到最后超过一半的猫都病死 对死猫的大脑和肺部的检测结果显示 病毒含量很高 对猫的尸检也发现了与严重的系统性病毒感染相符的 显微镜病变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从零售商那里检查的牛奶样本中 有五分之一含有奇流感病毒 不过该机构认为巴士杀军法可杀死牛奶中的病毒 因此FDA对所有消费者强调一定不喝生牛奶 该机构表示截至4月30号 全美共有超过2.6万个奶牛群 受到奇流感病毒的影响 面对战屋租坝纽约市议员提息案不法律漏洞 稍后请继续关注 美国中文电视正在招聘有经验的新闻导播 工作地点在纽约市 招聘职位的要求请看屏幕上面的信息 更多详情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屏幕上的邮箱 请注明Job Code 哈喽欢迎回来 纽约的战屋和租坝问题近来备受关注 无论是在州府还是市府层面 都相继提出了相关的法案 以弥补现有法律的漏洞 本台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 纽约市议员庄文仪 他打算在本月中旬的全体市议会上 提出一项针对占屋者的法案 请跟报道 废弃床垫 悬挂衣物 八成新的自行车 这些散落在房屋外的物品 意味着有人居住 但却不是屋主 也不是租客 而是占屋者 从去年夏天开始 这栋位于纽约布鲁克林代科高地67届的房屋 被非法占有 且先后三次发生火灾 屋主多次投诉无骨 不同的占屋者反复发展他的房子 周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 就看到一位中年男性 坦然自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 令记者误以为他是邻居 之后才得知他是占屋者 占屋者是纽约热点话题 州府和市府的民选官员相继提出法案 希望遏止非法行为 纽约布鲁克林43选区市议员 庄文仪 近期也就针对占屋者提出法案 认为需要通过警察局和房屋监管局 来收集占屋者的信息 破坏情况 用数据说话 从而帮助立法者制定相应法律 因为现在Squadr它这样的问题是更重于纽约州的法律 不是纽约市的法律 有的时候很多社区说这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有的时候就是数据嘛 你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不是问题 或者是是问题 所以在纽约市我们有这个责任去收集这个信息 这是我所介绍的这个法案 这项法案是庄文仪上任后的首项提案 他计划在5月16日的全体市议会上正式提出 布鲁克林是纽约市华人聚集地之一 华人约占全区比例的54% 居住在被治安屋附近的华裔表示 他住在代科高地12年 疫情后原本治安良好的社区开始走下坡路 甚至发生了占屋事件 我有碰到过他两次两三次吧 因为他都是到附近去捡一些东西 然后进去住的嘛 然后有一次看见他是去到处买水 还是拿水去钻一些水回来 不知道他人好像有一点精神状况的 所以我们有小孩的家里都有一点怕的 在纽约除了治安屋者 还有个令房东头痛的问题租坝 专闻一介绍 年初上任后四个月的时间 接到十多起关于租坝的投诉 有很多年不付房租的那些租坝 而且我发现一个通病 就是说这些租坝是从一个地方被赶到之后 它会成为另一个租坝 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去钻法律的控制 他就会再次的做同样的事情 纽约市目前处理租坝案件的时间约为两年 专闻一认为法律诉讼时间过长 导致房东利益受损 作为市议员应该制定政策 平衡房东和租客的权益 他也会就如何缩短诉讼时间进行研究 我跟一些法官交流过 他们有说因为他们人手不够 怎么使得他们人手不够 是经费不够呢 还是说现在雇人雇不到呢 哪一方面的问题我还要研究更多一些细节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 纽约市的家庭护工今天来到市政厅前集会 呼吁市议会通过旨在废除24小时工作制 保护护工权益的提案 不少华人护工当天也来到现场声援抗议活动 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桌三纽约市政厅前聚集上百位 前来抗议的家庭护工 他们当中不少人已在这一行业工作多年 作为护工行业八年的从业者 陈立仪和朱女郡都直言 24小时工作制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健康伤害 他们要求废除24小时工作制的615号法案 能顺利通过 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 24小时物理员的身体都是一样伤害很大 我们做了八年 我们的手指都弯曲了 我们都患上了执意病 手脚麻痹 还有视力感觉了 你看我们的眼都黑了 头发都脱掉了很多了 睡眠不好 大的一个615号法案能够拧出来投票通告 废除24小时 无人到的工作日 分两半季 还我们工人的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还老人家有健康的物理员去照顾他 当天活动由妇女也事人运动组织 联合多个团体发起 一直在州议会层面 关注此议题的州众议员金队锡也到场支持活动 我们今天来这里呢 是联合了各行各业的工人来说我们的健康最重要 要求这个纽约市府呢停止24小时工作日保护我们的健康 要有更好的医疗保险等等有不同的联盟成员 有不同的对健康的诉求 但是主要结束24小时工作日 因为纽约市现在是唯一一个有24小时工作日的城市 我们再回到这里呢 是因为即使有这些进展 很多公司也开始分两班制 很多大的公司还继续有24小时工作日 所以我们今天回来呢 联合各行各业的工友说一定要废除24小时工作日 纽约市允许家庭护工连续24小时值班 但根据州府的规定 24小时只能得到13小时的工资 护工们表示一般情况下 24小时值班意味着要时刻待命 所以只发放13小时工资并不合理 此前护工们已就24小时工作日 及护工权益进行多次抗议集会 芝加哥选民罢免市长 华人对此怎么看 稍后请继续关注 好 欢迎回来 上周纽约警方对法拉盛最主要的商业街 Manstreet免街实施了两次突击检查 共查获200多件在街头兜售的假冒商品 那么如今 这条街上的摊贩卖假货现象 是否就已经消失了呢 市议员黄敏仪对此又有怎样的担忧 请看本台记者从缅街实地发回的报道 纽约市警109分局上周接连突击检查 法拉盛缅街 两次行动查获了超过200件防冒品 并开出了5张罚单 记者今天再次来到缅街 现如今依然能看到摊贩在缅街的街道上面 进行收卖物品 一直试图解决法拉盛摊贩问题的黄敏仪表示 尽管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 发送了传单 便与纽约市卫生局和纽约市警察局合作 但仍然有人在法拉盛市中心非法收货 并销售假冒商品 我来到台湾3年过去年 同时跟 DSNYNYPD 我们终于努力努力 保持在增长的继续较盛 没在增长 有没有增长 有没有增长 有人们还做了 一些人的货席物品 除了售价问题屡进不止 违规板摊依然还是面积的老大男问题 黄敏也提到前段时间进行停业整改的长江超市 对于那些有门店的大型超市 他们因为超过了合法销售范围而被罚款 根据记者了解 这些商店在办文相应的许可证后 在门廊摆摊的范围不能超过门廊的三尺 目前每次违规摆摊需罚款50美元 黄敏云也向文文表示 他在努力地提高罚款的额度 并且也强调了违规行为对公共空间带来的危险 现在的判断是50美元 我其实是很努力的判断 我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判断 为准备这些判断 因为你知道你知道 你会知道你不正确的状态 你应该可以改变你的行动 而不再继续做那些 I had one blind person really walked on the streets and walked into a stall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I walked in downtown Flushing we actually have a lot of seniors who have walkers and those canes it literally makes it so hard for people with certain challenges and children in those strollers to walk down downtown Flushing and I'm saying this because I want everybody both the vendor side and the small business side to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everyone should try to be good businesses and you know keeping the streets clear for people to walk in is my number one priority 最后 黄银元向我们强调执法的重要性 她在未来也会继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enforcement is important any discussion about this situation e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process and there has to be like you know more ability in terms of funding to get more enforcement agents out ther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actually following the laws 好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芝加哥 芝加哥市长约翰逊的支持率呢 近日出现了持续下降 选民对他的不满情绪呢也是日益上升 因此还出现了要罢免市长的行动 对此 当地华人选民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有怎样的意见 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芝加哥市长Brandon Johnson的支持率 在创新低 菲尼机构一周认测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29%的受访选民认可市长的工作表现 不认可的比例高达57% 市长在面对边境移民和治安等热点议题时 做出的决策备受争议 这就导致出现了罢免市长的行动 陈曾华认为罢免市长的行动很大程度上 是选民对市长工作不利的一种情绪宣泄 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那大家在情绪方面非常不高兴 不满意的说 有时候非常的生气的说 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更多一点去 对这种议题再进一步的了解 就是了解了知道我们的反应 跟这个事实到底是相对的关系 面对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除了不满不喜欢这种东西 我们需要实际的说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要求什么东西 在这方面我觉得是 同时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 就对这个事件进一步的了解 近几年 在芝加哥选民罢免市长的行动时有发生 但受困于只有选择权没有罢免权 罢免行动往往在初期就惨单收场 这次罢免行动由芝加哥选民丹博兰发起 并获得芝加哥警察工会FOP的支持 首先要求的是把芝加哥选民能否罢免市长放入全民公投中 一旦倡议者收集到了5.6万个签名 选民就有机会在11月的大选中进行全民公投 如果公投过关 罢免行动还需要收集至少12万个有效签名 选民最终才能够在2026年3月的市府选举中 对市府罢免市长进行投票 最新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美成年人因电话诈骗而损失的金额高达254亿元 昨天麻州州警就发出警示 称最近有一种冒充州警的新型电话诈骗模式正在麻州居民当中实施 警方提请民众不要上当 根据来电显示和垃圾邮件拦截应用程序 TrueColor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全美2023年成年人因电话诈骗损失了254亿元 其中21%的人也就是超过5620万人承认自己是受害者 另外去年18到44岁的人群因电话诈骗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是45岁以上人群的三倍 其中33%的人至少遭受过一次电话诈骗 周二麻州州警发出警示 提醒民众最近一种新型的诈骗电话正在激增 有诈骗电话冒充州警专门针对麻州居民 这些诈骗电话的来电显示与州警的电话号码一致 但这个来电显示是假冒的且是非法的 打电话的人声称自己是州警或是隶属于州警 表示他们正在搞筹款活动 希望可以获得捐款 还有一些骗子一看到电话接通了便立即挂断电话 麻州州警提醒民众 这些电话都是诈骗电话 周云表示他们不进行任何筹款活动 也不以任何理由进行电话募捐 如果民众接到类似的电话 请立即挂断 不要提供个人或者是财务信息 如果有兴趣支持慈善活动或者是机构 可以与麻州州务卿的办公室联系 以确保该词证组织是合法的 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发布视频 提醒民众小心这类电信诈骗 在这里还是再次欢迎大家 在YouTube上给中文正点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